蓝田生育 三国时,东吴大将军诸葛锦,有个儿子叫诸葛克,从小聪明伶俐,口才极好,善于言辞。 孙权对着孩子很宠爱。 有一次,孙权在朝廷设宴,六岁的诸葛克随父参加,诸葛锦的脸长得特别长。 孙权想开他的玩笑,趁着久幸,命人牵来一头毛驴,在驴的长脸上写了诸葛子鱼四个字,借以讥讽诸葛锦脸长似驴。 众人见了捧腹大笑,诸葛锦也感到很尴尬。 诸葛克见了,走到孙权席前,跪请偏写二字,孙权命人将笔拿来给他。 诸葛克在诸葛子鱼四字后面,写了支驴二字,这样就成了诸葛子鱼支驴。 满座大臣见了,无不惊讶叛夫,孙权见诸葛克如此机敏,十分高兴,当场把毛驴赏赐给他。 又有一次,孙权问诸葛克,你父亲和你叔父诸葛亮相比,到底谁高明? 诸葛克答道,我父亲高明,孙权要他说出阴语,他不假思索地说,我父亲懂得侍奉明主,而我叔父却不懂得这个道理,当然是我叔父高明。 孙权对诸葛锦说道,人们都说,蓝田生美玉,名门生贤良,真是名不虚传呀。 蓝田生玉,是指蓝田出产美玉,旧时比喻贤妇生贤子,如自从他们家父子俩前后被阎兰入阁后,蓝田生玉的美名便在乡里传开来。